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时尚餐桌美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黑白经典 餐桌上的时尚单色调 二 烛光轮廓 浪漫氛围中的餐桌艺术 三 天然纹理 大理石与木材的餐桌设计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黑白经典 餐桌上的时尚单色调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黑白经典 餐桌上的时尚单色调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餐剧的讨论 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风格之旅 一次对简约美学的颂歌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黑白这对古老的颜色搭档 他们的历史 比任何时尚杂志上的潮流都要久远 从古埃及的壁画到现代的极简艺术 黑白一直是表达力量和优雅的绝佳选择 而当这种色彩组合出现在餐桌上时 哦 那可不仅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了 它是一种声明 一种态度 一种我懂生活的无声呐喊 想象一下 一张洁白的餐桌布 上面摆放着精致的黑色瓷器 每一件都像是小型的雕塑作品 简洁的线条 光滑的表面 它们在灯光下闪耀着微妙的光泽 这不仅仅是吃饭 这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是对色彩最极致的诠释 而且 你有没有想过 黑白餐具的好处 它们几乎可以和任何食物搭配 想想那些色彩斑斓的蔬菜和水果 或是金黄色的烤鸡 甚至是那些色彩丰富的甜点 在黑白的背景下 它们的颜色更加鲜明 更加诱人 这就像是时尚界的小黑裙 无论你怎么搭配 它总是那么合适 那么优雅 但是 别以为黑白餐具就是一成不变的 哦不 它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机 有的设计师会在黑白餐具上 加入一些金色或银色的边缘 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奢华 有的则会玩弄纹理和图案 让简单的两色之间产生出 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不妨想一想 这些黑白餐具 不仅仅是你的餐办 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是艺术的载体 是时尚的宣言 它们默默地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中 也可以找到优雅和美丽 这就是黑白经典的魅力 永远简单 永远时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烛光轮廓 浪漫氛围中的餐桌艺术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探讨 这个充满魅力的话题 烛光轮廓 浪漫氛围中的餐桌艺术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没有电灯的时代 想象一下 夜幕降临 一切都被黑暗笼罩 然后 灯灯灯 一根蜡烛被点燃 瞬间 光明驱散了周围的阴影 这不仅仅是实用的照明 这是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是对光明的颂歌 烛光轮廓不仅仅是一种照明方式 它是一种艺术 一种情感的表达 在浪漫的餐桌上 烛光是主角 它以起柔和而不稳定的光芒 为食物 餐具 以及用餐折的脸庞 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烛光下的餐桌 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巴洛克画作 光与影的对比 增添了一份戏剧性和神秘感 而且 你知道吗 烛光对人的外貌 有一种神奇的效果 它能柔化面部特征 让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滑细腻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烛光晚餐中 每个人看起来都更加迷人的原因 这不是滤镜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古老的Photoshop技术 而在这艺术的舞台上 每个元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银制餐具在烛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精英剔透的酒杯 在光线中折射出彩虹般的色彩 让人不禁想起那些古老的传说 关于酒神和它的秘密酿酒树 而食物 哦 那些被烛光照耀的美味佳肴 它们不仅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 更是视觉上的盛宴 烛光下的食物看起来更加诱人 色泽更加鲜明 仿佛在说 来吧 尝一尝这来自暗夜的诱惑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 在烛光下轻声细语的恋人们 烛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让他们的爱情故事 在每一个微小的光斑中得以绽放 在这样的氛围中 即使是最笨拙的求爱者 也可能变成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而最羞涩的女士 也可能变成一位光彩照人的女神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坐在烛光晚餐的餐桌前时 不妨放慢脚步 欣赏一下 这场光与影的交响曲 让自己沉浸在这份古老而永恒的浪漫中 记住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然纹理 大理石与木材的餐桌设计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主题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大理石和木材 这两种材料在家具设计界就像是明星与模特一样 各有千秋 却又经常被拍到一起 形成了无数的时尚封面 也就是我们的餐桌 大理石这位历史悠久的老牌明星 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 就开始霸占着奢华和权力的象征 他那冷峻的外表和华丽的纹理 就像是穿着高级定制礼服的女神 总能在任何场合抢进风头 大理石餐桌不仅仅是一件家具 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它能让任何一顿普通的晚餐都显得格外高雅 但是 就像所有的明星一样 大理石也有他的小脾气 比如 他对酸性物质的敏感 稍不留神 就会在他那完美无瑕的表面留下痕迹 而木材 这位自然界的老匠 以其温暖的触感和多变的纹理 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木材餐桌就像是那位随和的邻家哥哥 不管你是想要一场正式的晚宴 还是随意的聚会 他都能完美适应 木头的纹理 就像是大自然的指纹 每一块都独一无二 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 不过 木材也有他的小情绪 比如对温度和湿度的变化相当敏感 如果不好好照顾 他可能就会变形或者裂开 就像是情绪化的艺术家 在变换着自己的创作风格 当大理石和木材这两位明星 在餐桌设计上相遇时 就像是时尚界的跨界合作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它们结合起来 创造出既有大理石的奢华感 又有木材的温馨感的餐桌 想象一下 一个拥有大理石台面和木制腿的餐桌 不仅结实耐用 而且在视觉上也是一种享受 这种设计就像是穿着牛仔裤搭配高跟鞋的时尚搭配 既随性又不是优雅 总之 无论是选择大理石还是木材 或是两者的混搭 餐桌都不仅仅是用餐的地方 它们是家的焦点 是家人为座一起分享故事和美食的地方 而大理石与木材的餐桌设计 就像是美食的佐料 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抹不可或缺的风味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种餐桌设计 黑白经典的时尚单色调 烛光轮廓中的浪漫氛围 以及大理石与木材的天然纹理 通过这些设计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和氛围 还可以从中领略到设计师们的巧思和创意 黑白餐桌设计的简约美学 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感受到优雅和美丽 而烛光轮廓的浪漫氛围 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最后 大理石与木材的餐桌设计 让我们在家中享受到大自然的温暖和奢华 无论是哪种设计 它们都不仅仅是餐桌 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们通过色彩 材质和光影的运用 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注入了更多的美感和享受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无论你喜欢哪种设计 都让我们一起在餐桌上享受生活 感受美的力量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餐桌设计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想法 快来和我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